后来很转折就来到澳门 我心里就说 我一定要重新来 把前面的事全部忘记 所以我把我的名字也改了 这个时候改的名字 对 当时澳门就只是一个小渔村 一个小城市 跟香港完全不一样 但是我没办法 我在广州来 广州大城市 都是经常到北京演出 到上海 湖南这些地方 大的城市 来到澳门我觉得 哇 这什么地方 内心落差很大 落差很大 你当时就觉得我到了澳门 这就是未来我在这儿 生根开花结果的地方吗 我想我是将来会离开澳门的 是希望在这里赚到钱 学习好 可以到其他地方去再发展 一些大的城市再发展 但没想到在澳门 这一下就待下来了 你刚到澳门 你第一个住的地方是在哪里 离这有多远 也挺近的 离普京这里 我都是走过来普京 因为当时来到这里 82年的时候 普京是最好 最豪华的地方了 人跟人不一样 有的人会本能觉得 遇到事情之后 我本能的我得靠自己 还有的人在一个比较艰难的 或者生活突然有巨大的改变 有落差之后 我都会本能的 我找一个好的老公 我的生活会从此有改变 在那时候这样的想法 有没有让你觉得 也许我碰到一个白马王子 就能够把我从这个普通的 平凡的讨厌的生活中拯救出来 我还不相信有白马王子 因为我已经经历过 没有白马王子的 原来这个世界上 或者说你的那个想法 已经破灭了 就是现实 很现实的 我这真的很现实 我有什么能力 我就去创造什么 好